欢迎收看七点直播室 我是袁思恒 我是谢永恩 启德一个地盘发生夺命意外 一个大约6米高的棚架倒塌 压倒5个工人 其中两个女工昏迷 宋远抢救后不治 苏敬华报导 淋了的棚架大约6米高 覆盖地盘外一段海滨长浪 被交马围封住 工人在事故发生之后拉起围望 有警员在场了解 救护车亦都驶入地盘 将商者送院 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 在地盘附近戒备 出事的地盘位于启德城库里2号 是华润自地旗下楼盘云景 成建商是协卿建筑 事发下午大约5点 一面棚架突然倒塌 5个工人走避不及被压中 分别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 和联合医院救治 其中两个女工够出阵昏迷 送院抢救后不治 有线新闻苏敬华不道 我们的记者黄晋轩 现在是在意外现场的 警方的调查进展成如何呢 我们看到警方仍然在现场守正着 其实在这个大厦 刚刚倒嵌棚架大厦 对出的海边这里 看到还有警员 逐一和地盘工人 现在是在录口供的 我们看到现场消防的搜救工作 已经是大致完成 原本现场有多架的消防车 现在都只剩下两三架在后面 说回这次嵌棚架的意外 刚才有地盘工人跟我们说 其实这次嵌棚架的就是面向海边的大厦 其实我们看到大厦现在的外墙 都仍是有几幅小的棚架在外墙上的 工人就跟我们描述 这次嵌棚架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现在这幅棚架的旁边的位置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栋大厦 不同的楼层都仍然是有一些灯光正在照着 相信是有一些调查的人员 在大厦的不同楼层还在巡查 调查的工作是会继续进行的 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下星期三结束 消息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今个星期会访港 听取各界对23条立法的意见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有消息会尽快公布 又说会尽快完成立法工作 何软仪报道 消息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今个星期访港期间 将会会见各界人士 包括行政会议成员 立法会议员 法律团体 外国商会 听取23条立法的意见 此行亦会参观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以及感受一下日夜都纷纷活动 无论是习近平主席 以及其他的中央官员 都多次强调 他是非常重视香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 在这方面 我和中央官员的沟通非常畅信 亦都会不时将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方面的措施 向中央回报 中央官员关心和重视香港 如果和香港特区的官员有任何的公开活动 我们会公布的 23条资讯开始了三个星期 李家超说社会主流共识 是支持23条立法 至于立法会 是不是在全国两会之后 就会首读草案 李家超说立法工作会全速进行 因为是在我们香港国安法以及5200决定里面都强调特区 是特区要尽早去完成23条立法的工作 而特区当然是包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立法会在制定法律的角色 我当然对立法会有很大的期望 希望他们履行这个责任也都尽快做好 有报道指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在2021年曾经提名六个人出任高等法院法官 有人因为对国安法有忧虑退出 23条立法之后会不会加剧法官的空缺 李家超强调23条立法是对香港的保障 如果没有人来烦我们根本这条法律就不适用的 就好像一个人 如果他要爆隔在我家里 我必须有一个有效的门 有效的锁 去确保这个人不会侵害到 无论是香港市民也好 不同崗位的人士也好 我们都是保障着大家的安全和稳定 不要让一些坏人 一些侵犯香港利益安全的人 去侵犯香港 有线新闻何软仪报道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批评 海外组织香港监察 联同外部势力抹黑23条立法 误导和洞瀉香港市民和企业 联署证明里面所说的东西 很多都是抹黑 甚至是无中生有或者误导或者错误的 首先第一样他们又说了 煽动意图罪在23条之下 就是会刑事化一些和平的批评 政府的意见 这个是错的 是不会的 为什么美国在英国就可以 在香港就不行 就要制裁我们处理的官员呢 我不怕你们制裁的 我本身都被人制裁着 但我想告诉你们听 你越制裁我们 越显得我们做的事是对的 你们就用一些黑社会的方式 是会洞瀉我们 特区政府法稿谴责 香港监察和其他组织 联署声明刻意抹黑23条立法 举例英国法律也有条文 容许执法部门延长疑犯扣留时间 批评23条立法建议损害人权 是切头切尾的偽善和双重标准 人大政协两会下个月召开 离家超和港区的全国人大座谈 座谈会在政府总部举行 人大代表陆续到达 下个月两会在北京召开 离家超按惯例在大会前 分别和港区的全国人大 及政协委员交流意见 又人大代表说会上向政府表示 全力支持23条立法 对于消息说 中联办主任夏宝龙访港 听各界对23条立法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认为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大家都知道其实国家安全 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方向 23条的定立是香港的限制责任 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部分 我相信夏主任来港 是对于下一步23条的立法 以至听取港大意见 一定是发挥积极作用 农历新年黄金周 内地访港旅客超越2018年 李家超形容情况正面 各行各劫要做好自己的角色 吸引更多旅客访港 面对外围挑战 有信心香港人能够创出新天地 陈卫恩报道 内地一年八日农历年假结束 访港旅客一共有143.6万人次 当中125.5万是内地旅客 超越2018年同期人次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是很大的鼓舞 政府的角色就是好像编导和导演 而各行业和从业员就要演好各自的角色 提供优质服务 良好体验 吸引旅客消费逗留 要令旅客有好的体会 再来香港将口碑带给亲戚朋友 业家要判断怎样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对于有报道说 新加坡政府为国际巨星Taylor Swift提供超过1500万资助 邀请他去到新加坡开演唱会 李家超说会按实际情况争取 在运用公帑 必然我们是要确保它用得其所 所用的公帑会有足够的回报效益 令到我们真真正正创造了经济价值 针对不同的演唱会活动 当然我们会按实际情况 看看我们怎样争取 香港正同各地的城市竞争 大家都不断求进 香港人的DNA是灵活多变 不断创新 面对这些新情况和上态 我很有信心 香港人一定会再次发挥一向的 韩力和动力 善拼感应 创出新天地 李家超说未来会继续推动城市经济 两个主要展览场地 今年会举行多项城市 如果有任何方面可以帮助政府争取盛事 政府也乐意和他们合作 有线新闻 陈慧恩不得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低过市场预期 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不变 市场原先估计会升至3% 而就业不足率就维持在1% 失业人数减少3,100人至10万2,600人 与上一个三个月期间相比 大多数行业的失业率下跌或不变 劳福局表示 劳工需求受到经济继续增长的支持下 预料劳工市场短期内维持紧绝 内地再次不对称减息 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25个点子 幅度是2019年LPR改革以来最大 一年期利率维持不变 洪家星报道 上个月人行宣布降准的时候 已经预告有机会减息 最新公布2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五年期由4.2厘下调去到3.95厘 幅度有25个点子 比市场预期大 一年期LPR就维持在3.45厘不变 今次是去年8月之后再次非对称减息 上一次将一年期LPR下调10个点子 但是五年期落空 被市场解读为推动消费 而忽略对楼岸贷款等的支持 有经济师认为内地楼市仍然未有起息 所以当局需要释出更加强的旧市信号 他估计内地还有20个点子的减息空间 不认为减息会拖累人民币汇价 虽然以往可能怕减息会影响人民币汇价 但是现在反而不减息的话 人民币因为受着经济前景变得更弱 反而拖累到汇价 所以减息在现在内地实质的经济情况 反而应该对于人民币的回来有帮助 银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问说 在目前有效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的情况下 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 有助支持经济恢复向好 考虑到存款利率的下调 相信LPR下降对银行证息差 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有线新闻恒家星报道 有线一会儿回来会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黎智英案《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作公话 黎智英开办英文版《苹果日报》 是希望打国际线 吸引外国关注香港 尤其美国支持 可以对《苹果日报》起保护作用 汪俊轩报道 黎智英和陈佩敏 由筹车押送到西九龙法院 恐慌展示黎智英和陈佩敏 一个叫English News的WhatsApp群组 对话记录 黎智英在群组分享 专栏作家冯熙前一篇专栏 不撑苹果的一百万人 内容提到《苹果日报》要增值 其中一个方法是国际文宣线 将部分本地报道翻译成英文 黎智英说值得想 陈佩敏认为 黎智英认同国际文宣线 可以吸引外国人关注香港 可以在《苹果日报》受打压的时候 起保护作用 洪放文 国际文宣线 有没有包括特定的国家 陈佩敏举例美国 因为黎智英曾经说 如果有美国政治人物订阅就好 恐慌在展示 黎智英要助手Mark Simon 邀请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 订阅《苹果日报》的对话记录 陈佩敏说 以自己对黎智英想法的理解 如果获得彭斯的订阅 美国社会都会支持《苹果日报》 香港政府如果打压苹果 可能会受到来自华府 言论上的谴责或者以行动制裁 法官李混藤问 《苹果日报》是一份报纸 怎样参与打国际线 陈佩敏说 国际线是当时社运提出的概念 李混藤又问 《苹果日报》有没有参与社运 陈佩敏不认同是参与 他认为只是教支持和谅解示威者 因为示威者的立场 与黎智英支持民主的立场一致 陈佩敏说 经文版报道 大部分都是由执行总编辑冯伟光 按黎智英定下来的原则 去选择翻译 其中一个原则是与中国相关 包括一些维权的新闻 他自己没有参与到选择的过程 有线新闻 王俊谦到 律政司首次引用反恐条例 控告10人在19年串谋引爆炸 虐同杀害警员 案件续审 被告由囚车压送到高等法院 4个被告认罪 6人不认罪 虹方宣读被告黄真强 涉及另一宗串谋囚集财产 作恐怖主义行为案的案情 黄真强早前承认控罪 控罪说他19年8月开始 以屠龙小队的名义 在网上众筹用来杀害警员 期间他和另一人的户口 存款总额超过400万 他承认款项用来买装备等 法官在案件日后至星期四 处理被告黄真强和吴智雄 被控违反反恐条例的案情 东冲两辆巴士箱撞 11人受伤 两辆巴士迎头箱撞 车头损毁 挡风玻璃碎裂 碎片撒落一地 下午4点多 一辆城巴和一辆新大鱼山巴士 在盈东路盈东村对开箱撞 11人受伤 当中8人要送丸 包括两名车长和一个12岁男童 意外原因有待调查 政府计划斥资14亿 升级医健通 将会逐步要求 接受政府资助的私营医疗机构 上载病人记录 也不排除会立法 要求私营机构 必须为医健通的用户 上载特定健康记录 张海元报道 推出接近8年的医健通 原意是提供平台 等供私营医疗机构 互通和取烂病人的电子医疗记录 但平台至今 只是有少过1%的电子记录 是来自私营机构 医母卫生局计划 未来5年 用14亿发展医健通家 将会逐步要求 参加了政府资助医疗计划的 私营机构上载记录 又不排除强制要求他们 要上载参与病人的指定资料 有议员关心私营问题 盧崇茂就强调 参与医健通是自愿性质 刚才局长所说 因为有海量的这个资料 究竟如何去储存 我想这一部分 很多市民会担心 还有很多市民可能会担心 会不会个人都看到那些什么病 我想强调一件事 其实医生与病人之间 那个关系是基于一个信字 病人是在知情 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之下 是要自己表明同意 通过医健通 去选择向公司营业 去提供自己的电子健康记录 第二个它也可以预设一些 互通的范围 局方希望将新系统发展成 综合医疗资讯基建 涵盖预约体证 跟进和上载文件等 市民日后也可以透过平台 将电子医疗记录带到境外 日前新闻张海远报导 政府昨天公布 长者医疗圈将会扩大内地使用范围 但日本地牙医业界就担心 会吸引香港长者北上看牙医 影响本地诊所生意 也都有违医疗圈的本意 长者医疗圈大湾区试点计划 新增两间鄰近罗湖和福田口岸的牙科机构 方便港人不上看牙 有本地牙医业界人士认为 做法和医疗圈本意有偏差 医疗圈本身都是一个工厂 工厂是应用在本地的经济 什么时候都是有效过 抽离了国外的洗费 大湾区差不多有50万人的旅居的港人 其中差不多有9万人 是适合长者用这个医疗圈 计算数差不多成亿几两亿 一年是会抽离了在本土经济的体系 这件事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做 他说开关之后不少港人不上看牙 本港部分牙医生意下跌了两至三成 又不认为私人市场出现牙医严重短缺 因为有移民潮有退休潮等等 在政府里面的牙医流失了一个 相对是几成的百分比 私人市场如果你说约时间难 但是我们都有些同业是没那么忙的 那些又少人弱 今次长者医疗圈扩大内地使用范围 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光说 是希望给长者多一个选择 又强调今次所选的都是高质素的医疗机构 已经成立香港长者医疗圈培训和服务保障机制 例如有一个收费那里其实很简单 我们这个新的机制可以看香港长者医疗券的使用 它那个所谓的军费 就是每一个平均的收费 它会不会高过其他一般人的收费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合理怀疑 他又说如果发生医疗事故 各个试点都有严密的投诉处理机制 也都切处理时限 甚至要上报给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日线新闻张海元报道 台湾追截大陆快艇 造成两个愚民死亡的事件 死者家属抵达金门处理善后 两个获救船员已经返回大陆 对于台湾观光船 昨晚在今夏水域被大陆海警登船检查 台湾的官方说不会主动介入 何新闻报道 六名死者家属 早早在福建省泉州市红十字会人员 和律师的陪同之下抵达金门 前往金门殡葬管理所 配合检方验尸程序 下午再为死者举行法会拜祭等的仪式 家属在当地逗留一晚 第二天离开金门 泉州台办副主任李昭辉说 此行是要了解真相 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的真相 查看事发现场完整录像和我方传知 了解人是怎么死的 这是最基本的诉求 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不过台湾海巡署已经表态 说目前不便公布追捕画面 出事的大陆快艇上星期三进入金门水域 被台方驱离期间翻船 两个到海的渔民死亡 另外有两人被救起 已经在星期二下午回到大陆 福建海警局事后表明 会在下金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星期一在那里登上一艘台湾观光船 检查大约半个小时 台湾军方表明 不会主动介入事件 避免冲突加剧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战争 不会主动介入 如果介入的话会升高充足 我们不得介入 大家很平和地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台湾的海委会说 虽然当时观光船的位置较接近大陆码头 但认为做法制造恐慌令人违陷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导 休息回来会报导